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得留下来陪我查案 果然在这 你们两个去到房间看看 有没有其他政务 你看 正所谓山水有相逢 做了亏心事 溜是容易 可再遇见 岂不是很尴尬 冰的菜 冰的菜 方舟侠 是这么回事啊 我呢 着急起身北上 没顾得来你酒醉味性 有不知道之处 来 不妨我请你吃个冰的西 本少爷不爱吃瓜 李生意 你这么着急走 是因为朴二黄吧 跟朴二黄有什么关系啊 这上了锁的柴房 你是如何进去的 是这么回事啊 方舟侠 我呢 看到朴二黄 一直在惨叫 于是呢 依着人心 我就进去瞧着瞧 看了看 还顺手撬了个锁 那多多少少也有点技能啊 编的还真是顺畅啊 只可惜你走得太匆忙了 也没确认人家朴二黄 死没死透 万一还有机会开口呢 这方舟侠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 我能搞什么鬼啊 你知道万福来了你的房间 所以你用邪术杀了她 我 我能搞什么鬼啊 你知道万福来了你的房间 所以你用邪术杀了她 所以你用邪术杀了她 你可是要么 骑轨的手段多得很 若真有冤权 就跟我回百船业调查清楚 如果现在离开 你家万福就白死 他禁骨折断 明显是被掐死的 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我有什么手段能够隔空 把他给掐死 方舟侠 你要是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 凶手可真的要逃走吗 少爷 你不能相信他的鬼话 一定就是他 黎儿 放心 不管凶手是谁 都需要证据 若凶手真是你 我定会替万福报仇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凶手是谁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一个小丝莫名被害 说明他只是一个影子 但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 继续找下去 那么 就一定能够进入真题 这案子不破 老李那时间会没命的 你得留下来陪我查案 我留下来 方少侠 这破案的事呢 是你答应的 你又不是我 我干吗要留下来 再说了 这江湖之事 我最不喜欢转进去了 你要敢跑 我就敢穿着玉夫人 让玉神对你放出江湖追杀力 将你这个老狐狸的家底 八个干净 还有 你看看这是什么 没想到你们家狗狗对你挺忠心啊 一路从小棉客栈追到了玉城 可惜了 被我先遇到了 我问你说 我真的不是药膜 狐狸精呢 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 谁让他主人心意不要他的呢 你说 是清炖还是红烧呢 应该都挺像的 不是 你干吗 跟一条狗过不去啊 我又不是刑探 干吗就让我不放呢 你不是神医吗 若是能把玉修商医活了 这案子还愁破不了吗 让死人生还的事 我确实做不到 那就给我当舞座吧 你这么老奸俱华 总能有用得到的地方